重要的財經消息提供給您 就是爭議多時的南山人壽標售案 在今年1月份由這個潤城投控 以新台幣大約628億元買下 雖然這段時間以來 有部分南山員工是公開表態反對 但是金管會今天還是通過了 這一件投資申請案 現在只要潤城在兩個月之內 完成金管會列出的條件 並且含報認可 投資案就正式升校 而南山人壽二度標售 歷經了三年的波折 也渴望在不久之後塵埃落定